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时有1,604名的病人确诊正在留院 当中有220名是新增的确诊病人 需要入住隔离设施的病人当中有441名在隔离病房 74名在二线隔离病房 497名在北大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当中有180名是新增确诊病人 昨天新承报8名的病人情况危呆 8名情况严重 现在留医的确诊病人当中有32名危呆 25名严重病人 其中11名危呆病人正接受深切治疗 团门医院今天刚才承报了一个危呆的儿童确诊病例 她是5岁09个月的女童 她没有接种疫苗 昨天晚上快测阳性持续发烧 进团门医院进入急诊室 女童的情况转差得很快 现在在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 我们会密切跟踪她的情况提供失窃的治疗 再次呼吁家长不再犹豫 尽快地带小朋友去打针 加强保护 接种新冠疫苗是最有效 预防新冠重症还有死亡的方法 现时接种疫苗的年龄已经降到6个月大的婴儿 医管局下有50多家的普通门诊 都可以帮助小朋友接种疫苗 在香港儿童医院的儿童社区 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在星期一8月15号 将会有科兴的疫苗接种 家长可以在网上预约 离世的个案方面 新城报三宗 三位离世的都是女病人 年龄是85岁到91岁之间 全部都不是来自院舍 其中一位离世的病人是没有接种疫苗的 其中一位打了两针 一位完成了四针 第一位是一位91岁的女士 她本身有肾病 她在7月18号的时候 因为有咳嗽 不是太有胃口 所以她在之间 也没看到我们的资料上面 没看到她要寻求看医生的情况 在7月24号的时候 因为她的住所有强检发现她确诊 当时的CT值是24.7 之后这位婆婆 露住我们的医院 中间留院的时间 我们给她口服的新抗新冠药物 之后她的情况开始稳定 她连续两天的快车是阴性的 也符合了出院的要求 于是她在7月31号已经出院 在8月12号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 被家人发现她在家中晕倒 到急诊室的时候 也没有生命的表征 不知道她离世的原因 所以这个个案在死因庭裁判 另外一个是85岁的婆婆 这位长者她没有打针 她本身有曾经中风 也有百经性训病 在7月24号的时候 她自己检测到呈阳性 25号当天她去了私家医生 开了抗病毒药给她 到26号当天 因为她很累 所以她来了我们那边看医生 一直她的情况入院之后 检测方面是阳性的 然后到8月11号的时候 她的呼吸开始慢慢的转插 需要高氧分的氧气 我们加大了抗生素给她 后来她在昨天情况 因为肺部的原因所以过生 另外一个是85岁的婆婆 她本身有血压膏、糖尿 还有血脂膏 她也在7月24号自己检测之后 发现确诊 我们理解她是没有承报的 到7月28号的时候 她因为胃口差 也因为喉咙疼 所以来到我们的急症室求诊 我们发现她当时血糖低 心率不正常 同时呼吸急促 血氧下跌 她来到的时候 我们把她收到那颗病房 在住院的期间 并发了一个心脏病 医治情况不是很理想 需要高氧度的氧气 也在昨天去世了 就这三个个案 我们看到 其实如果 长者方面 或者是各位病人 如果自己检测到 我们呼吁你们 一定要去申报 另外 也有时候知道 他们不是很留意 自己有没有病症 我们看到有的病症 有的时候是真的很轻微 有的时候是嗓子疼 或者是没有胃口 或者是有点累 只是这一些都是病症的开始 因为有时候 我们看比较严重的个案 他们转差之前 都是有这种病症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 有合适的病人 如果真的看到自己 有不舒服的时候 尽快地来找我们 让我们可以做一个评估 虽然我们刚才也说了 合适的时候 我们会开新冠口服的 抗病毒药 但是如果没有病症 但是有相对的风险 或者是还没有打齐疫苗的 我们都会在每个个案当中 我们的同事会做一个评估 因为我们要平衡药物的好处 它的副作用 有没有跟它在服的 其他的药物要相冲 要个别看每一个个人 要做讨论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 除了有病症 要早一点求诊之外 也呼吁各位 还没有打齐针的市民去打针 下来是过去一天 有178名病人康复 当中144名已经出院 有10名病人经入院筛查 或者院内检测 发现确诊15名同访病人 列为密切接触者 员工方面 新增53名员工确诊 另外有24名的同事 已经返回工作岗位 我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 张医生 好 大家好 我们昨天本地阳性的 个案总数是5148宗 包括核酸检测 1839宗 快速检测 核实的 3309宗 另外我们160宗 输入的个案 包括核酸检测的132宗 还有快速检测的28宗 刚才 关医生已经说了 我们有3宗的死亡个案 现在死亡个案的总数是 9349宗 是第五波的数字 在160宗的输入个案 有26宗是机场找到的个案 95宗是7天内 或者是在检测中心找到的个案 另外39宗是离开了7天之后的个案 大部分都是高CT值的 应该是富洋的个案 在院舍方面 我们今天有两个老人院舍 一个残疾院舍有个案 需要检疫一些人士 第一家是在沙头角护理院 有一位院友确诊 有8位院友 两位员工需要检疫 亚利是何妙林南大树护养院 她由8月9号到现在 陆续有3名工作人员 还有一名院友确诊 一共需要检疫多3位的院友 一位工作人员 康英元是在屯门的 有两位的院友确诊 10位院友接受检疫 这个星期六是不需要上学 没有需要让学校 没有新增的学校需要停课 在变异病毒株方面 我们看到初步的数字 怀疑BA45再有上升 已经去到初步的数字是18.9% 怀疑BA2.12.2是8.1% 在此呼吁还没有打针的人 或者还没有打齐针的人 尽快打针 因为现在的疫苗还是对怀疑BA5等等 是有减低严重或者死亡个案的效力的 好 报告到此为止 现在是提问时间 麻烦大家在发问前 先介绍自己所代表的传媒机构 后面的那位女士 两位你们好 我是有线电视 想问一下五岁的小朋友 他是否本身有家人确诊 说到他转差很快 有没有并发的脑炎 还有在死亡个案方面 想问一下接种了四针的是哪一位 也想问一下医管局 局长 卢宠茂医生就说了 其实个案多了影响公立医院的服务 是哪一些科受到影响 到底医管局有没有对策呢 谢谢 就着刚刚所说五岁的那个个案 暂时我们的理解 家人没有证实缺诊 至于他是否有脑炎的情况 现在还在进行检查 所以没有一个缺识的答案给大家 接种四肌疫苗的那位是91岁的那位长者 现在确诊个案是多了 当然有两方面 一 床位是否有能力可以接受病人 我们一直都就着床位安排 定立了一些的紧急安排 我们会看着疫情的情况怎么样 可以去动用床位 以及在人手方面 我们有实名制 无论是床跟人手 我们都会看着情况 然后去配合怎么样去调派 你说到刚刚的一些的服务 受到影响 暂时没有一个特别的科 或者是范围 我们有大调整 但是未来我们知道 如果确诊个案多 入院的人数继续上升 不免会有非紧急的手术 或是非紧急的检查 有机会需要有相对的调整 现在我们也观察着整体的情况 下一个问题 左边的那位 两个问题 我是ViuTV的 第一个就是五岁的 那个危待的那位女孩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她会转差的那么快呢 她有没有其他的病 她现在呢 就是哪一种病毒株呢 还有那位91岁 接种了四肌疫苗离世的那位长者 她去急诊室的时候 有没有进行一个测试呢 还是呢她到去世以后才发现 她确诊了 五岁的那位女孩 转差的情况那么快 可能是因为新冠病毒 可能是否有引起脑炎或其他的问题 我们还在调查之中 暂时呢很难做出一个结论 但是我们相信 因为之前也有相似的个案 儿童没有接种过疫苗 那么当他们呢 就是感染的时候 会影响到他们呢 会有一个发炎 或者是脑炎的情况 暂时我们不知道 她是哪一个病毒株 因为她是昨天晚上才入院的 至于那位离世的婆婆 她接种了四肌疫苗 我们还没有那个结果 因为当她来到急诊室的时候 她已经去世了 我们已经呢 就是把那个个案呢 就是转去死因庭 到时候呢 他们呢 会去调查一下 到底她的死因是什么 到底呢 其实呢 她出院了两个星期之后 是否还是有那个病毒株 下一个问题 你好 刚刚收到一个求助 是一个三十星期的孕妇 上个星期三 就是八月三日呢 就是从外地回香港 然后她换马 就是换那个黄马没问题的 但是呢她在做八月九号 在做核算就说不确定 然后八月十号十一号呢 都是阴性的 但是八月十二号开始呢 她的安心出行就换了去红马 打电话去卫生署 都说是在处理之中 那现在的婴儿呢 就是有点比较困难的情况 要去跟医生商讨 是否需要解剖 但是她现在不 不能够不敢出门 因为她是红马 又做不到产检 现在检测过 结果不确定 或是否呢 就要改为那个红马 会否在安排上有点混乱呢 第二呢 想问一下 这位的孕妇 有紧急需要是否可以出外 去看医生呢 去求医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突破了五千宗 确诊个案 张医生你是否担心 疫情走势会继续往上 什么时候呢 会到了巅峰呢 怎么去做评估 什么时候会开始回落呢 谢谢 我相信她有红马 而她曾经试过不确定 一般不确定的结果 是在社区检疫或在一些的私人化验所 进行检验 然后呢 那个样本呢 就会再去送去卫生 防务中心的化验所 如果呢 是验到阳性 可能就是红马 就变成是确诊个案 即使她在之后 自己在哪样本 可能是阴性 但是她曾经有一个阳性的样本 她也应该是确诊个案 当然她的确诊个案有机会是一个复阳个案 因为她曾经在外地回来 有机会是之前感染过自己不知道 我们也见过这一类的个案是复阳个案 如果证实是复阳个案 就可以再处理 但是据我所知 任何人 在隔离中有特别的需要 如果是有医疗需要 或者摔倒了 需要去医院等等 都可以 去医院的 有人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是能够处理的 但是有特别需要 它是可以寻求协助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忘了 那个数字方面 你看看我们的数字 虽然有时候有上有下 整体的数字没有太明显的回落 一个月前我们大概是2000多宗 现在是5000多宗 都是在往上的趋势 但是速度没有 没有那么快 不是两三个星期就快速上升 都是隔了一个月左右 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现在的情况 其实还在上升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 请尽快去打针 也要遵守我们的防疫措施 例如红黄马 戴上手袋 如果感到不失 尽快去求医 还要去 如果是确诊 就要马上汇报 下一个问题 你好张医生 我是无限的 第一个问题是 刚刚说到突破5000宗 BA.4跟BA.5的病毒都持续上升 会不会担心会变成主流病毒 第二个问题是问医管局的 5岁的那位小孩 之前有没有其他病 引发了这次的新冠病毒呢 其实根据世卫的数字 或者是外国的一些经验 BA.5 有机会成为很多地方的主流 所以香港也不会例外 我们看到华裔BA.5 可能主要都是BA.5的比例正在上升 这个传播性会高于之前的病毒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如果有不舒服 要尽快的看医生 以及要做测试 5岁的那位小妹妹 没有特别的病 是一个健康的小孩 下一个问题 右面前排的那位女士 您好民报 首先请问今天的死亡个案 刚才提到有两位 是85岁的女死者 首先是中风的那位 她进入公立医院之后 有没有处方过 抗病毒的口服药呢 另外一位是有糖尿病的那位 她是不是也有处方口服药呢 第二个问题 有关前天的几个个案 公布了一个85岁的离世的老婆婆 她是咳嗽求诊的 为什么医管局之后会把它当作没有病征 没有给她开口服药呢 另外还有个问题 今天有没有提早离开检疫酒店 然后发现是阳性的这种个案呢 你刚才提到的两位 离世过生的85岁的老婆婆 她们两位都是入院之后 我们有给她们口服的抗病毒药 之前的那个个案 当时我们都知道有跟她沟通过 知道她没有特别的病征 但是我们也看到可能老人家可能对于自己有没有病征 可能不是很自觉 所以我们也看得到 有的病人如果她没有病征 但是她是有风险 比如说她没有打奇针 或者是我们看到她其他的慢性病 我们刚才也提出了 我们要每一个个案的去审视 因为药物是有它的副作用的 口服药当然有它的好处 我们也需要每个个案去商讨 哪一个个案值得给口服药 哪一些不需要给口服药 一般合适的病人我们都会开抗病毒的口服药 当天我印象记得 她是头一两天我们接触她的时候 同事问到她没能汇报到任何的病征 我们留意到第四到第七天 在社区检测中新找到的个案 今天承报29宗 撇除怀疑富洋的个案以外 应该是占20%左右 有没有其他提问 最后一条 右面那位男士 你好 夏寒01 跟近三岁以下儿童的个案的数字 入院的数字 还有这种的个案标识 跟变异病毒株有关系吗 就今天入院 我们刚才承报的三岁以下儿需要入院 有19位病人大概 我得再看一下 因为前几天我看的时候 小童个案的数字 确诊数字没有明显上升 但是我要看这两天 在三岁以下的儿童的数字 我手上暂时没有这个数字 在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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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